谷白雲 詞曲 李宗盛 詞曲,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四川超大 被問一下 這是指令人快乐之外 我問一下 大家下午好 我名字是Dr.Hamilton 我是Metastat公司的 總裁結maal手系執行官 我們公司是一個研發公司 主要是來研究如何控制惡性腫瘤擴散的診斷和治療 現在這個圖表上面兩張細胞 左邊這個是惡性腫瘤細胞 這個細胞的可怕性在於它是一個擴散性的細胞 而擴散性腫瘤細胞是可以將患者致死的 我們的專家主要是來研究如何將惡性腫瘤細胞轉變成擴散性腫瘤細胞 這個綠色是由螢光型的標誌物來標明的一個蛋白質 而這個綠色的蛋白質是來驅動了腫瘤細胞的擴散 如我們前面所介紹的Metastat公司是一個上市公司的標碼是MTSD 這些是顯散性的陳述 這些是顯散性的陳述 我剛才提到的說明 我們正在研發藥物來防止Metastaxin 和診斷診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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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診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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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 第一次肿瘤细胞的转移 原因就在于肿瘤细胞的转移 是90%的肿瘤细胞转移至死的原因 现在,这可能性能够发展准备的药物 准备的状态是很强烈的 这里没有药物在市场上 能够开发出一种能够抑制 癌症细胞转移的药物是革新性的 在市场上,现在还没有一种能够 控制住癌症细胞转移的药物 当这种肿瘤细胞上升级了 肿瘤细胞的肿瘤细胞 会发展几种类似的特别 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够转移蛋白质的 接连蛋白质的肿瘤细胞 它会发展出一些特性 一种特性就是它会随着癌症的肿瘤细胞 进行转移动 它会对于化疗的进行抗体 能够产生治疗的药物可以防止肿瘤细胞移动 接受这个化疗的治疗 所以Metastat has three product verticals based on our technology Metastat它的总共是开发三种平衡的产品 一种是这个药品 第二种是这个伴随性的诊断 第二种是这个伴随性的诊断 它能够来推断病人对其他药品的反应 第三种也是一种诊断 这种诊断是能够预计病患是否会重新发现癌症转移的现象 我们是一个医院的医院 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在临床前的这种药品的开发阶段 and our diagnostics are more advanced one is approved for sale in the U.S. 我们的诊断是更前进的 在美国有一种诊断已经被推诊使用了 这些是怎么运作的呢 A tumor is represented in green here 癌症细胞是绿色来表达的 the cells that upregulate NINA change 这个细胞是会变化的 they elongate 它会变长 they move through the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它会在这个癌症的这个微环境当中转移 and enter blood vessels in our distributed to our blood 然后呢它进入到血管当中 然后向全身运作 我们的诊断呢来确认这些细胞的密度 the more of those cells the higher the risk of metastasis 那当然这些细胞的密度越高 也就是它的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大 A year ago our scientists discovered a way to block this protein target NINA and prevent these cells from moving to the bloodstream 那在一年多前呢 我们的科学家呢 发现发明了这个能够阻止这些细胞移动的方法 使得防止我们的恶性来真的扩散 This is an early experiment showing the effects of blocking the MINA protein 那这个是一个早期的实验 表明能够将MINA的抗药物治疗呢 来进行的这个功能 This is a breast cancer model transplanted into mice 这是将这个乳腺癌的细胞 把它给输入到这个保育身上 By 155 days all animals that express Amina protein are dead from metastases 那在150天以后呢 有了这个MINA抗药物的治疗呢 这些老鼠呢 都在150天这个儿症转了之后死亡 When we block MINA the animals survive 我们一旦把这个MINA的蛋白质给阻止住了之后呢 把这个老鼠成活下来 We found this phenomenon in humans as well When we look at tumors in retrospective patients 我们同时发现这些现象在人体上也同样的 我们回顾很多癌症肿瘤的病人身上 We've also found that these tumors become resistant to chemotherapy and can be resensitized when we block MINA 我们发现一旦将MINA给阻止住了之后呢 这些抗体能够重新接受化疗的作用 然后可能进行这个治疗 所以我们发现了三种分子以及三种方式来阻止住MINA 所以我们发现了三种分子以及三种方式来阻止住MINA 小型分子可以食用 口服 a peptide that can be injected 治疗性的多态呢是可以被注射入 and a molecule known as a monoclonal antibody specific for MINA 同样的还有是丹克隆的这个抗体是专门治疗抗这个MINA 所以我们有多种可以成功的方式 只要这一种产品或成功 那种公司就会有很大的希望 MINA 几乎出现在所有硬性的肿瘤当中 几乎所有的癌症 包括头颈 疑线癌 或者是脑癌等等都出现了这个MINA 我们的公司的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一个大型公司的关注 这个公司是心肌药业 我们在去年呢 共同开展 签订了这个研究合作项目 我们在去年呢 共同开展 签订了这个研究合作项目 我们在试试了一些的 产品的产品 在我们的MINA 模式的MINA 那我们的这个合作项目呢 将它们的专利性的一些材料 测试到我们这个MINA 的这个药物当中 今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将这个项目完全启动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这个项目继续扩大 最终呢能够达到预付款 以承备付款 以及最后的这个非贪薄的这个募资活动 这一项目呢 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个性化治疗的这个概念 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够治疗所有病人的 这一项目呢 所以我们所建设的是 一项目的试试 能够区分出病人对药物是否有反应 那我们开发的这种诊断性的测试 能够区分出病人对药物是否有反应 那我们呢还有一些对诊断相配合的药物 在这一项目上面所建设的 这种诊断性的测试是在发展 而我们正在调众区分出 这种诊断性的测试 是正在进行临床开发的这些药物 我们希望能够和这些公司 或者是相似的公司进行合作 这些公司的利益是 我们增加了区域的区域的可能性 和这些公司的合作机会在于 能够提高这些公司在临床上的测试成功率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的优势是能够找到对药物和反应的患者 需要使用我们的诊断 我们的团队都是明星性的人物 这几位先生都是来自阿因斯坦医学院 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 他们是这家公司的科技电机人 他们是这家公司的科技电机人 Dr. Zetter is from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is the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of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Zetter博士呢 他是哈佛医学院的 同时他也是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总裁 Dr. Skirl is a noted expert in small molecule and drug development 那 Skirl博士呢 他是小分子药物开发的专家 I've been in the industry for 25 years 那本人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从业了25年 I was on the drug development teams for Epigen and Arana's Button 那我在这个Evigen或者其他药物上面 他的这个药品测试上面 参加了他们的团队 Zithromax and Warconazole at Pfizer 他也是在这个另外一个大公司的两种药物测试上面 Donovan's our chief medical officer Donovan's our chief medical officer He's the head of pathology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 City 他是纽约的这个西奈山汉医学院的首席实验病理师教授 Dr. Zeldas is our chairman of the board Zeldas,医学博士,他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 Anyway, for 30 years he was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of Celgene Corporation 同时他是这个心肌药业的首席前首席執行官 So in summary, this is what we hope to accomplish this year We want to execute an additional research partnership With one or more strategic partners We want to execute an additional research partnership With one or more strategic partners 希望與生物製藥占領夥伴,例如心肌藥業,達成合作協議。 我們當然會完成與心肌藥業的合作項目。 我們會負責優化內部抗MENA的治療。 同時能完成這個在動物上的測試。 公布使用MENA的檢測研究頂限結果。 公布臨床實驗的結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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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